女星王子曼跟首次来台的国外科普节目 街头科学实验室的主持人提姆肖 挑战用吸尘器吸起汽车 小小的吸尘器开启之后产生的真空吸力 瞬间可以吸住千斤中的汽车 现场观众看的是目瞪口袋 不夸张不是魔术 重达700公斤的轿车 用几个吸尘器就可以轻松吸起来 工作人员向本台揭秘 就是运用真空原理 这个是缸接到架空清理器 所以这个是所有的水都流入了 但当我们把水都流入了 外面的水压力会轻松 从这里我愿意做一个大型的 然后我们变成了车 车和船船 那会是接下来的 3 2 1 Go 电话架加上双氧水和洗碗筋会是什么效果 台湾节目街头实验 首次台湾实力上演 主持人提木肖说 对台湾印象深刻 我当我来到台湾的台湾 除了我看到台湾的东西 但你们这些人 我觉得他们做了我的工作 我爱这个国家 我在这里跟我的女朋友 它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你们都很棒的 你们超级智能 2 1 放线 等待 同台的还有主持过科学节目的翁兹曼 一打一唱超有默契 不过其实她说还蛮紧张的 刚刚吸尘器吸车子 然后我又是身负重任 要拔那个四台吸尘器的插头 然后每拔一台 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等一下车子是马上掉下来的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会碰到吗 然后但是做出来就很有趣 外人们科普节目来台宣传 和小朋友一起同乐 让生活中的科学不再遥不可及 新台电视陈旋新 沈卫童 台湾台北报道